他被视为这场巨大谋划的主谋 其起点是从在家乡的一间小小的火柴工厂开始 而后逐步成为掌控400家公司 缔造出一个金融帝国的瑞典企业家 在接受家族的火柴产业之后 通过水平与垂直整合 他成为了全球的火柴之王 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75% 你能想象吗 克鲁格公司在某项商品上 居然能达到全世界75%的垄断程度 着实令人震惊 不过对这位企业家来说 他所追求的远不止于此 除了在火柴领域大获成功之外 他还涉足各类不同企业 然而这种过度扩张 却引发了自身的财务危机 致使这个金融帝国瞬间崩塌 克鲁格原名伊瓦尔特 于1880年在瑞典东部的卡尔玛出生并成长 他上头有两个姐姐 他自幼天资聪慧 学习能力极强 仅16岁变高中毕业 随后进入瑞典顶尖大学之一的 皇家理工学院 并且在20岁那年顺利取得 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的学位 完成学业后 克鲁格于1900年 只身前往美国闯荡 起初在芝加哥担任房地产经纪人 之后辗转纽约等其他城市 开始担任工程师 在积累了一定知名度后 他还加入了墨西哥 南非等国的建筑委员会 那时27岁的他在摩天大楼建筑技术领域 崭露头角 成为了钢筋混凝土建筑方面的专家 然而在当时的瑞典 还尚未引入这类建筑 在1907年 他设法取得瑞典和德国市场的建筑专利代理权 并于同年年底回到瑞典 着手处理建筑专利事宜 同时还找到了同样是土木专业的堂弟亨利特克 在1908年5月 他们成立了建筑事务所 事务所总资产约为1万瑞典克朗 克鲁格取得公司60%的所有权 不过当时民众对摩天大楼这种新潮事务 还未普遍接受 他们便继续在知名的工程杂志上 刊登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 阐述摩天大楼建筑技术有多么先进 此外还有奥林匹克体育场市政厅以及NK百货公司等 克鲁格公司至今已在瑞典颇具影响力 除了手上的精心算计之外 他还打破了一些不良风气 比如他会明确地标示出工程的完工日期 并且承诺如果超出期限还未完工 就会按照拖延天数给予退款以及支付违约金 当然也会有奖金 而大多数客户对此都相当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这些商业大亨们都希望能尽早完工开始营业 他对工头们和工人们也加以激励 以确保大家有更大的动力去完成建筑工程 至少在短短几年内 这就是为何其公司能成为欧洲最顶尖的建筑公司 而且他还非常善于谈判 当他涉足到各个赚钱领域时 他发现许多产业都缺乏良好的管理 他觉得只要通过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划 应该都会有不错的成效 于是他在斯德哥尔摩大量购置土地 凭借自己的市场洞察力 他开始规划一系列的商业收购案 准备跨出建筑业 打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克鲁格在1917年将建筑公司拆分成两家独立的公司 分别是Construction AB这家控股公司 其主要开展金融业务 他担任总经理和主要负责人 另外还有两位他的亲密伙伴 与此同时他接手了家族的火柴产业 成立了瑞典尖锐火柴公司 其实这家火柴公司源自于克鲁格的家族企业 在1870年 他的父亲安斯特·克鲁格被任命去管理一家火柴工厂 在1912年面临财务危机 拿不出钱来运营时 银行家奥斯坎尼德贝克站了出来 将工厂转变成了一个正式的股份有限公司 也奠定了他们家族火柴事业的专利基础 就在1912年将家里的火柴工厂进行了变革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 他开始与瑞典的其他一些小型火柴公司合作 随后还收购了制造火柴的相关设备 通过这样的举措 他每年的火柴产量持续不断增长 从1914年的9800增长到后面更多的8万 他发现通过整合与并购 于是在1917年正式创立了瑞典火柴公司 通过与上下游公司的并购等关联动作 使其成为了几乎涵盖全产业链的超大型火柴公司 拯救公司员工数量大约已达9000名 有了这样的成绩 克鲁格开始在全球拓展自己的业务 在世界各地收购那些陷入困境的火柴工厂 逐渐垄断了火柴行业 不过瑞典当时并没有相关法规禁止 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 抽烟 点火以及生活照明等需求 全部都掌控在克鲁格手中 在1925年到1930年 即一战到二战期间 当时欧洲各国百废贷星 他抓住这个商机 跑去和欧洲各国说公司可以为他们提供贷款 但他们的国家需允许公司进行火柴垄断 且不得干涉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提议 毕竟各国要重镇家园需要大量资金 各国开始纷纷答应克鲁格的要求 于是他借此控制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火柴市场和价格 背后的利益可想而知 就这样 他凭借这种垄断手段大力拓展事业 瑞典火柴公司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火柴公司 并与波士顿投资银行 IMC等合作 涉足各种产业 除了火柴产业 还有矿业 通讯业 造纸业 电影业 铁路运输业等等 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了250多个工厂 这样的成绩让克鲁格相当自豪 然而他在商业上如此成功 为何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可供运作呢 这就要追溯到1917年他创立之时 当时他让舒格出厂去争取赚钱的职位和客户 在发现推动股票上市能够快速获取资金之后 首先他通过发行公司的股票和债券 或者利用大型银行贷款 毕竟投资者都能看到他的这项事业 其股票有众多投资人争抢 双重股权结构使他既能稳固的掌握控制权 又能保留对公司的掌控 这种双重股权结构也就是常说到B两类 A股拥有一般投票权 而普通投资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什么实质的投票权利 目前使用这一制度最出名的当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其A股一股需43万美元 这与台湾的情况不一样 但其B股一股只需280美元 至今已7年多了 A股的金额门槛非常高 就比较不容易出现混乱局面 同时还大量发行各种债券 年利率约为6.5% 只有姚正公司足够稳定 大家才会有信心 众多投资人才会觉得这家公司很稳定 到1929年 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超出当时上市价格的800多倍 然而天下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 如果行情好投资人都能赚钱 那没问题 真的会如此顺利吗 愚蠢的话就只能继续筹钱 到了1929年 华尔街股市大崩盘 实体经济受创 失业人数飙升 他的投资接连失败 他自己也失业了 这时投资人开始恐慌 甚至不得不开始出售手中的这些企业来筹钱 比如他手中的一家通讯公司 Eric 他当时其实也是如此 在1931年的时候 他原本打算以1100万元的价格将其出售 出售对象是当时美国的竞争对手 Ibt 然而就在1932年出售前夕 Ibt公司认为克鲁格存在欺诈性的夸大自身市场价值的行为 于是要求瑞典政府停止这一交易 这下就更糟糕了 公司没卖成还被说成有欺诈嫌疑 投资人进一步恐慌 致使他公司的股价持续暴跌 从1929年的46美分 跌到1941年的两年内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此时 克鲁格在瑞典各家银行的贷款金额已高达瑞典外汇储备货币的一半以上 这使得人们开始对克鲁格乃至瑞典的货币失去信心 外国投资者纷纷停止投资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银行家菲利克斯伊索马雷 他被后世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当时就已经察觉到不对劲 瑞典火车公司已濒临破产 千万不能借钱给他 否则会引发全球金融动荡 公司财务状况极不稳定 希望能大幅增加贷款 但此时政府要求克鲁格提供完整的财务计算政策 可最终还是因为他手中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实在太差 中央银行也不愿再拨更多贷款 万般无奈的克鲁格只得转向其他国家寻求资金 在1936年3月他原本预计要在3月13日参加一场会议 但到了当天才知道通报显示他倒卧在公寓的床上 床边还有一把90毫米的半自动手枪 在给女仆和警卫留下一些信件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其中一封信里他提到自己的事情太过混乱 克鲁格的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根据一份1931年的鉴定报告指出 克鲁格的公司拥有63亿美元的资产 有3000万美元存放在银行 还有40亿美元的其他国家投资项目 然而在破产后清算资产时才发现 其中的2.5亿美元资产根本不存在 在克鲁格的帝国瓦解之前所发行的债券 导致众多热点投资人与银行瞬间损失巨大 还好当时有瑞典的瓦伦堡集团 石坦贝克集团以及瑞典商业银行等政府 和其他大型机构出手救援 才使得这些机构能正常运作 但那家在美国的国际火柴公司 应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这次破产事件导致美国投资人损失超过37.5亿美元 由此建立了所谓的公认会计准则 以避免公司虚报财务报表进行核算 可以说克鲁格打造的这个商业帝国 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的 但其中其实也有几家颇具实力的公司 一直延续至今 比如瑞典火柴公司 乌克矿业公司 阿拉萨电信公司 卡造纸公司等等 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都还在稳定运作 这充分说明当初克鲁格太急于扩张事业 采用了有些投机的方式 才导致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它一开始的却是非常正规的经营公司 而且确实很有经营能力 但后来陷入了过度扩张 资金缺口越来越大的困境中 恰好又遭遇了经济危机 只能用后补钱的方式 我觉得很多时候商业就是这样 有野心 有胆量不是坏事 但所冒的风险也很大 而这或许也正是商业令人着迷的地方 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火柴之王伊万尔特的故事